520之后呢 政府把打炸列为施政的第一要务 结果呢 你就看诈骗集团 根本就转战巴厘岛 印尼警方在一栋别墅里面 一口气逮捕了102个台湾人 有够多那多啦 昨天押解回来 为什么他们大老远跑到巴厘岛 去诈骗去洗黑钱呢 丢脸丢到国外去 同一个时间 黄国昌在国内直询惊爆 有一家虚拟货币的诈骗集团 结合了神鬼律师 寺庙洗脑也洗钱 甚至利用新闻台大肆曝光 去诈骗金额高达8亿 被害人超过了1200人 你想打炸 骗子都比你还聪明 诈骗这两个字 已经快要跟台湾连在一起了 就是说台湾是诈骗天堂 这件事情呢 在全世界都知名 我们看到这上百名的台湾人 在巴厘岛的别墅里头 虽然现在只有11个人 被刑事局认定是有犯罪记录 是通气犯 只有这11个人 你能够法犯他 那剩下的这90几个人 你居然在机场接机就得放人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荒谬的场景 这不是第一次 之前呢 不管是非洲送回来的 东南亚送回来的 南美洲送回来的 大家都看到啊 人就是在机场放掉了 那大家这个家属直接接机 或者刑事局经过了人别的讯问之后 就放走了 那这件事情这么久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要去补这个洞 补这个网 去把这件遗孝全世界 被全世界耻笑的诈骗天堂的污名 给洗掉 我就跟搞不懂我们的法务部 在做什么 就是说 你刚刚提到了这个 在整个巴厘岛的这个现场 等于是说 当政府宣誓我要把打炸列为第一施政要务的时候 这些脚里面我又跑了 跑到巴厘岛去 你总抓不到我了吧 继续赚他的黑心钱 那我就问 留在台湾的继续诈骗的人 你没有三两三 你敢继续留在台湾吗 果不其然 你看到黄国昌 他质询的时候 惊爆了这个用虚拟币去诈骗的 这个叫S的王牌交易所 这个不法集团 真的是智慧犯罪 他们是怎么样 从人性的宗教 从你乐听大众的电视台 到他喂给你假资料 洗你的心 洗你的脑 最后洗你的钱 这件事情 其实黄国昌批爆的部分 有很大一部分 是检方调查的犯罪证据 这个案子已经经过了检方的起诉了 那检方已经起诉 把相关的犯罪事实 做了一度程度的调查 黄国昌今天的爆料当中最关键的是 他把这一个诈骗集团一条龙的手法 做一个更清楚的陈述 要相关主管单位要去做调查 而且要处理 因为司法大家知道 他的诉讼的程序是非常非常冗长的 检方起诉之后有法院的一审 二审三审才能定议 很慢 对 才能针对这些诈骗犯处以相关的刑责 所以时间会拖得很长 但是这些犯罪过程当中 都牵涉到所有的行政主管机关 譬如说黄国昌 这个问题问的是文化部的部长李远 他为什么要问文化部 因为在这个所谓的诈骗洗钱 一条龙的产业当中 居然有国家通讯社中央社 中央社是拿政府预算的国家通讯社 这也是你文化部管的 是拿了公家的钱 你还帮诈骗集团 成为他的产业链的一部分 其实相关的市政 在检察官的起诉书里头是有的 所以李远 你准备要好好的在立法院道歉 你知道这个S的交易所 它透过卖垃圾币去骗你的钱 去洗你的钱 8亿也怎么样的数字 可以骗到8亿 1200人受骗 除了透过了所谓的中央社之外 他也透过电视台 透过电视台 他也透过寺庙 所以他背后是怎么样层层叠叠 绵绵蜜蜜蜜的高 这个完全是用脑袋在诈骗的 你怎么看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 对 当然就是诈骗 然后由这个金社 金社是最中下游的 这个洗钱的这部分 他是接触很多的信徒 一般的民众的一个中继战 这个他如何取信这些民众 除了金社之外 这个宗教信仰的精神信仰之外 他用的就是刚才讲的 有公信力的媒体 这有公信力的媒体中央社 那另外还有这个电视台 而且是大电视台 不是很小的那个 八九十台以后的那个电视台 那是用电视台 用中央社这样子看似 有公信力的媒体 所做的宣传管道 帮ACE交易所背书 这是一整套的 这个诈骗的这个逻辑 所以他运作起来会非常的顺 因为每一个环节 他都思考到了 当你对他有所质疑的时候 这什么potato的时候 你在这边 potato原来是 这个大电视台背书 potato原来是中央社背书 你就相信他了 然后你就上钩了 于是就造成了 这一个八亿诈骗金额的 成功故事 好 林涛 原来这个不是新的案子 可是昨天直询 就像秀领说 他把一条龙的绵绵密密的方式 用更浅白的方式 我才赫然发现 好惊悚啊 他比一两年前发生的IMB 更具细迷移的 拐你的钱 洗你的脑 要你的钱 这个集团绝对比 IMB的规模 还要再大好几倍 为什么 因为它分上中下游 高中低层 司法界警察界 现在甚至连国家的媒体 都已经进来要来帮这些背书 所以基本上会分成三个层次 我怎么说呢 你看这个案子 如果没有一个门神 内神通怪外鬼 怎么可能 这么大 显而易见违法的事情 怎么可以这么久的时间 还可以继续 所以你看到 刑事局的前副局长 庄定凯 他担任这个顾问 刑事局 不是在办这种诈骗案的人吗 竟然一退休 马上去当顾问 谁敢查 谁会怕呢 然后我们的诈骗金额创新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一次 这个媒体上面夹长 这个子公司 创造智能科技的事情 会完全炸锅 因为中央社 竟然加上这个媒体 会让民众觉得 你是对的 你是有公信力的 这是台湾最大的危机 所以最厉害的诈骗是什么 让你心甘情愿的掏钱 那就要洗你的脑 洗你的心 望着你要告诉我们 他如果一手勾结 神鬼交锋的律师 一手他利用这个所谓的宗教来当掩护 然后造型啊你 造鬼啊你 我们知道 这个台湾最近很多起诈骗案 其实大家对背景 背景一个主贤 或者是一个人物 其实不是太熟悉 但是这起诈骗 为什么大家印象会这么深刻 因为它背后是所谓的精英式诈骗 尤其这个ACE的王牌交易所 他的董事长 王承怀 是过去非常有知名律师的背景 他也是建业法律事务所所长 40岁就当上所长 而且甚至他也创立了当代法律这个杂志 他也担任社长 他在里面的角色是什么 但是他洗钱的触角还生在哪里 生到海外去 今年1月的时候 在泰国大张旗鼓地申立 他的律师分务所 大家想说 律师事务所不是在国内而已吗 为什么你要设定在海外呢 大家就怀疑说 你是不是跟洗钱有相关 而且重点是 他的开幕顶礼在哪里 在魅南河畔的五星级四季酒店举行 当时包括了我们台湾驻泰国的 这些驻外人员 还有泰国的官员 还有我们的侨胞 都去给他捧场 现场非常多的媒体 都在拍在这个开幕典礼 你就知道他多有背景的人 可是大家很好奇 那你办公室在哪里 办公室就在泰国的金融区 旁边是摩天大楼 旁边还有什么 捷运站 你就知道他的来头是非常大 而且他的钱非常的多 除了神鬼律师听到这个地方 瞠目结舌 还没完 更让人惊讶的是 这个位在宜兰的金社 八亿的诈骗所得 有将近两亿的钱 就洗到这个地方 就藏在金社 要劝人为善 度人做好事的 居然他也卷进来 为什么会这样 对 大家想说跟金社 有什么关系 我跟官大会讲一下 因为这个祖贤之一的祖贤 就是林耿宏 然后其实就把了一笔的账款 把他拿到了 这个宜兰的廉池金社这里 他甚至拿了多少钱 拿了一亿 一百八十五亿元 然后搬到了这个廉池金社 给了林淑芬母女 林淑芬是谁 林淑芬就是廉池金社的主持人 那他的女儿是谁呢 其实刚刚就很关键了 他女儿就是谢诗盈 谢诗盈就刚刚所谓的 跟媒体一起创立 这个子公司的这个女子 他甚至当时还创个节目 那这样的情况就变成说 那你金社的疑郁也很大 会不会变成一个洗钱的据点 甚至你用宗教去控制 所谓的下限来洗敌人心 来让这些会员 百分之百的对你这个金社 来做一些付出 可是大家想 这个金社作为洗钱的据点 大家也很好奇 这个金社到底是大流来头吗 这件事情怎么曝光呢 如果他安安分分低调的 就在那个地方 早晚客 怎么会发现你卷进了 这惊天动地的诈骗案 这个贝亚康的脸就是那个林耿宏 林耿宏当时拿那个账款 希望给那个小弟说 你拿到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廉持金社给一个女住持 结果就因为这句话 被漏现了 你知道吗 拿这个钱拿到 这个金社里面去 大家就说 那你这不就是洗钱吗 所以这句话贝亚康之后呢 就让这件事情爆发出来了 可是问题来了 今天用金社来做洗钱 这样的方法 其实坦白讲 在某方面 它也是某方面要洗敌人心的一个效果在 所以刚提到 第一个王牌律师 第二个用宗教的方式来洗你的钱 这个是在最新的手法里面 是层出不穷 而且重点来 民进党在对这几事情来说 目前都还没有表达任何态度 我们是很怀疑说 这背后会不会牵扯到 民进党的高官 或者电视台的高审会牵扯在里面 这个是向大家非常好奇的地方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 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瞪眼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感恩感恩感恩 一会儿 一会儿 每一天进去 都不同了 我们在5月10日元 看我的观众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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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月30日元 看我的观众团队